如何用大悲咒,如法结界? 若能如法结界,依法受持,一切成就,其结界法者取刀咒二十一遍,化地为界,获取净水咒二十一遍,散着四方为界,获取白戒子咒二十一。 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,作者滕建波给大家分享了他对使用大悲咒,如法结界的心得。 藤俱士是这样解释的,观世音菩萨继续说,善男子啊,如果有人厌倦了世间极苦,希望求长生,那么你念大悲咒也可以如愿,怎么做呢? 你在闲静的地方,也就是悠闲清静的地方,先念大悲咒来结界,然后对你的衣服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,对你喝的水也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再喝,把食物也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再吃,把香也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再点,如果吃药也先念一百零八遍大悲咒之后再服用,这样的话你就一定可以尝命。 宣化上人说,你想多尝命,就可以多尝命,如果尝到你活腻了,不想在这个世界活了,也可以往生其他净土。 如果是弘扬佛法需要你多活几年,那还可以,否则的话,你当然是去极乐世界更愉快,谁愿意没事待在这个缩坡世界啊,不是个个都像秦始皇、汉无帝那么傻的。 这里说到如何结界,提到五种结界办法,大家可以试试。 如果能够如法结界,依法受持大悲咒,那就能排除干扰,一切皆能成就。 一,用一把刀,最好要大一点,如果用削铅笔的小刀可能会比较累,对着这把刀念二十一遍大悲咒。 宣化上人说,你可以对这把刀吹三口气,然后用这把刀在地上画钩,这个钩围成的地方就是你的结界,天魔外道不能进来。 当然了,你不要跑到大马路上去画钩,天魔外道虽然不能进来,但是交警会直接把你带走。 第二,用干净的水,对着这水念二十一遍大悲咒,然后喷这个水,代替刀来画这个边界。 这样,也圈出一块地,这个结界也是属于你,天魔外道也不能进来。 这个方法比较适合在家里使用,如果你担心家里有什么不干净,可以用大杯水来撒净,做一个结界。 你可以取一些白戒子,对着这些白戒子念二十一遍大悲咒,然后用白戒子做边界,这样也可以结界。 第四,你也可以取静灰,比如香炉里面的灰,对着静灰念二十一遍大悲咒,然后用五色线念二十一遍大悲咒,然后用这个五色线围绕四边作为结界。 之前说过,用五色线制作大悲咒,然后把这个大悲咒系在脖子上,也就相当于做了一个结界,把你的身体放在这个结界里面保护起来。 里面还有一句,或以想到处为结,意思是说,你想一下,希望这个结界有多大,这样也可以结界。 这几种结界方法都可以,如果能如法受持,自然能心想事成。 随喜功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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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